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堆金机遇,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 在个人理财的世界里,在现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计划在短短七年的时间里,退休似乎是有点大言不惭。 一般大家传统认知当中的退休,都是要在几十年辛辛苦苦的工作之后才能实现的。 人们说到退休,往往会联想到起伏连绵的高尔夫球场,新奇舒适的异国旅行和每天悠哉游哉的休闲生活。 但是,现在的退休已经不单单是说你不再工作了,更多的是要获得追寻你激情兴趣所在的自由,不背负任何的财富负担,追寻梦想的自由。 它的意思是说,你要能够按照自己选择的方式工作,不论是你想要开始一项新的事业,是要从事有意义的活动,还是要与你爱的人共度美好的时光,你都要有自己选择的自由。 因此,经济独立成为了重新定义退休生活的基础。 而这里所说的经济独立指的是,你的被动收入,也就是你通过投资或者其他的资源产生的被动收入,完全能够负担得起你基本的生活费用的意思。 不论你是35,45,还是55,退休都是说回收利用你的时间并选择如何使用它。 阻碍人们前进的一个常见误区是认为低收入实现经济独立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其实事实与这种普遍的认知不同。 低收入在争取财务独立的这条路上其实是一个优势,这怎么可能呢? 我们来给你解释一下,当你的收入非常有限的时候,你就要被迫培养出一种高度敏锐的财务意识。 对你来说,每一块钱都弥足珍贵,这就让你能够做出更加有意识的消费决定。 虽然说较高的收入确实可以加速实现经济自由的这个过程,但经济独立的旅程还是在于要智慧地管理你的资源。 不论目前收入如何,都是如此,你要把你的收入当作一种工具,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如何使用这个工具,比这个工具的大小要更加重要。 此外,当你收入比较低的时候,你的生活方式往往也比较节俭,这与提前退休的原则不谋而合。 现在我们就来规划一下七年实现提前退休的这段旅程,说说在一穷二白还低收入的情况下,如何实现财务自由。 我们把它分解到每年来说,详细讲讲每一步,帮助你更好地理解这整个过程,做出更加明智的决定。 记住我们下面说到的各个步骤只是适用于特定的假设的,对于你自己来说,你还需要根据你的起点、收入和目标进行相应的调整。 第一年,打好基础。 第一年是你做的最多的时期,你需要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才能够保证你的退休之旅走得更加平顺。 这就好像建房子一样,房子的地基够稳固,你的房子才能建得起来,并且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扛得住风吹雨打。 而我们下面的策略就是为第一年量身打造的,能够帮助你扬帆起航,开始你这段精彩的旅程。 第一,你要清楚自己的财务目标,你奔向提前退休的旅程的起点,就在于你要对你的财务目标有一个清晰的愿景。 确定你退休之后需要多少钱的一个常用的方法就是25倍法则,也被称为4%原则。 这条法则就是说,只有你手中握有自己每年开支的25倍的积蓄的时候,你就可以说自己是实现经济独立了。 举例说,如果你每年的开支是3万美元,那么你退休的储蓄目标就是75万美元。 简单来说,这条规则假设当你的提款率保持在4%的时候就是安全的,你就能够维持住自己的退休生活,而不会影响本金。 记住,25倍法则只是指导方针,你可能需要根据自己个人的特殊情况进行一些调整。 第二,评估你目前的财务状况。 首先就从跟踪你过去几个月的支出和检查你的收入来源开始。 你可以使用预算应用程序或电子表格等工具对你的支出进行分类,找到你可以削减的部分。 把你的支出分为必需品、住房、水电等生活费用、杂货和非必需品、娱乐、外出、就餐等。 这样你才能清晰地看到按照你的财务目标有哪些是能够被削减的。 然后用你每个月的收入减去你每个月的花费,获得你每个月的净收入。 这样就能够帮助你了解你有多少剩余收入能够直接用于储蓄和投资。 你要列出你的所有债务,包括未偿还余额、利率和最低月供这些。 首先要优先偿还高息的债务,这样才能减轻你的财务负担。 还要盘点好你的资产,包括储蓄账户、投资和有价值的资产。 要清除自己目前的资产,这样你才能对于自己目前处于的追逐退休目标旅程的位置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等到你够清楚自己的财务状态之后,你就能设置现实的短期和长期目标了。 第三,了解退休账户。 虽然你目前的储蓄可能还没有那么多,但是熟悉你能够选择的退休账户是非常重要的。 不同国家退休账户的种类也会有所不同。 你要查看你所在国家的退休账户类型,了解每个账户的资格要求,存款限额和没有写在明面上的税收优惠这些,这会对你很有帮助。 虽然说在第一年的时候你可能还存不了多少钱,但是极早建立一个退休账户,为你未来往里面存钱打下了基础。 收入上升之后,你就要找专业的财务顾问咨询一下,根据你的个人情况找到最适合你的退休账户策略。 第四,设立现实的预算和储蓄目标。 了解了你的财务目标和现状之后,你就可以制定一个详细的预算,列出你的月收入和可自由支配支出中的固定支出。 如果你不知道要从哪里入手的话,可以打开我们的播放列表,搜索相关的内容。 我们有大量关于预算的节目,可以供你观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要点赞订阅转发,我们还有更多更精彩的节目要与你分享。 要估算出你退休之后需要的年度开支,你就需要利用刚刚我们提到的25倍法则。 首先,你就要致力于创造一个应急基金,这笔基金里要存上相当于你目前三个月到六个月的生活花费的钱。 你需要每个月都从自己的收入当中预留出一部分,放到这个基金里。 这就是你的一个安全网,能够让你在出乎意料的事件当中也能够保持平静的心态。 需要的东西要高于想要的东西,避开所有不必要的花费。 在你七年的计划中,预算都是你不可或缺的工具,能够保持自律,成为能靠得住的人。 第五,创造出一个额外的收入流,或者说副业。 探索副业简直能够为你的收入添砖加瓦,从而加速你的进程。 你要考虑自己的技能、兴趣和爱好。 你是一个熟练的文字工作者、平面设计师或者程序员吗? Five Year, Upwork和Freelancer这些网站为你提供了向全球客户输送服务的平台。 如果你对摄影、手工或烘焙很感兴趣的话,可以在网上或者当地的集市夜市上售卖你的作品,把这些爱好变成有利可图的生意。 第六,偿还债务。 在第一年,先搞定高息的债务是必须的,要先还清这部分债务,然后再转向其他利息低一点的债务。 这种偿还债务的方式叫做雪崩式还债法。 我们要先竭尽全力还清利息最高的债务,我们要列出所有还没有还上的债务,不论是多高的利率都要写出来。 当你还清一笔债务之后,就有余钱来接着还你清单上的下一项债务了。 第一年的重中之重就是打下一个稳固的财务地基,把预算做得清晰、详实,让你清楚了解你的财务习惯,找到能够削减的部分。 你要建立一个应急基金作为你的安全网,这样你才能做好万全的准备,不会因为有意外的开支而偏离你的财务目标。 第二年到第三年的时候,你要慢慢建立一个好的势头。 现在你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并在第一年拨下了退休的种子,那就是时候激发自己的动力,有个迅猛的势头,加速自己的进步了。 而这个时间点就在你的第二、第三年。 讲得再深入一点,第一,你要开始做低成本的投资。 现在你已经建立非常稳定的经济基础了,那就该把你辛苦赚来的钱引入投资世界了。 你应该明智地选择投资,让你的钱为了你更加努力地工作。 开始投资的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之一,就是要选择低成本的投资。 比如指数基金和交易所交易基金,也就是ETF。 这些投资就是能反映某个特定的市场指数表现的一揽子基金或债券,它们都是很多样化的。 这种分散投资降低了你的风险,让你不必孤注一掷,把自己所有的钱都压在某一只股票或者资产上。 虽然市场起起伏伏,但是这些基金总体的表现都相对来说要稳定一些。 这样在更长的时间段当中,它们就能为你提供更加持续,更加可以预测的增长。 与收取较高费用的主动管理型基金不同,低成本指数基金和ETF的费用是很低的。 费用比较低就意味着你可以装进自己腰包的投资回报就更多。 这会对你的长期财富积累产生重大影响。 市场上有一系列的低成本指数基金和ETF供你选择,这样你只要很少的初始资本,就能够轻轻松松开始投资了。 对于那些在金融领域没那么擅长的人来说,低成本指数基金和ETF让它们有了一个被动的投资方式。 你不需要时时刻刻盯着某个个股的涨跌,也不用努力地去把握市场的时机,而是说你只要相信这个市场整体上会是上涨的就可以了。 第二,投资你自己。 想要提前退休并不只是存钱那么简单,你同时还要提升自己潜在赚钱的能力。 你要通过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能,积累知识来投资自己,寻找不断提升自己的方法。 无论你是通过YouTube这些视频平台的免费资源学习,像是你现在这样,或是购买线上课程,亦或是参加研讨会和讲座都好,这些学习机会都能够加强你的知识和专业技能,让你在现在这个领域身价倍增,你的收入也会节节攀升。 从中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可能会为你打开更高薪职位的大门,或者能够给你带来一份副业,获得一份额外收入的机会。 第三,实现投资和储蓄的自动化,保证你能一步一步向前迈进。 你要把储蓄和投资都自动化,给投资账户或者是退休基金都设置一个自动转账,这样你就不用每个月都记着要手动去干这些事情了。 如果你做的是朝九晚五的工作的话,那就可以联系公司的人力部门,直接把钱存入你的储蓄和投资账户。 每个发薪日,你都按照一个事先确定的金额或者百分比来自动转账。 这种首先支付自己的方法,保证了你的一部分收入能够持续不断地用于你的未来。 实现了财务自动化,你就不会轻易受到花钱的诱惑,那些该花在建立你的退休基金上的钱就留住了。 这种设置好就把它抛住脑后的方法,让你的投资能够经过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获得复利的收益。 假以时日,你最初的投资就会产生回报,而那些收益也会再产生收益,产生滚雪球效应,极大的提升你的财富。 第四,勤俭节约。 要你接受勤俭节约的生活不是说要你牺牲你的生活质量,而是要有意识地做出与你的长期目标一致的选择。 要在不影响你的幸福快乐的情况下,削减能够自由支配的花销,像是要在家做饭而不是总出去吃,这样不光更加健康,还能省下不少钱。 还可以在社区内寻找免费或者低成本的娱乐选择,比如去远足野餐或者参加当地的活动。 整体的目标就是好钢花在刀刃上,你的钱要花在对你来说真正重要的事情上,同时还不耽误你充分地享受生活。 它是说要在享受现在和保障未来之间保持平衡,通过关注对你来说更为重要的事情,做出有意识的消费选择,创造出一条与你的价值观一致的财务之路。 第三年结束的时候,你要花点时间回顾一下你的来时路,这时候你应该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应急基金,在投资低成本的基金来建立自己的投资组合上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还拓展了自己的技能组合,接受了有意识的更加节约的生活方式。 这个阶段就是为未来的几年奠定坚实基础的至关重要的几年。 第四年和第五年,线路就变得更加清晰了。 当你进入你雄心勃勃及早退休旅程的第四年和第五年的时候,你经济独立的愿景就变得更加清晰可见了。 你应该已经打好了一个非常坚实的财务基础,并且在减少债务和增加收入方面迈出了巨大的一步。 你在过去几年当中,所做的基础性工作为实质的增长和进步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到了这个阶段,你就需要把精力集中在几个能够加快你退休之路的关键策略上。 第一,重新评估和调整你的预算。 到了这个时候,你很可能已经对于关于自己的财务非常驾轻就熟了,而你的财务状况和开始相比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既然生活环境会发生变化,就表示你必须要定期重新评估你的预算,这样才能保证你的预算和你的目标保持一致。 你是否经历了什么影响你财务状况的重大生活变化呢? 有没有你能够进一步削减的费用呢? 重新捋一下你的花费和收入,做出必要的调整。 并且,到了第四个年头,你过去几年的努力,应该已经减少了很大一部分坏的债务,比如信用卡贷款,汽车贷款或学生贷款这些。 现在是时候全力以赴地彻底消除这类债务了。 你要把所有多余的资金都一股脑地投入到那些学生贷款、汽车贷款和抵押贷款当中。 这些年支付这些债务的利息不但极大的拖了你财务的后腿,还给你造成了巨大的心理负担,解决了这些沉重的财务担子。 你就可以腾出更多的资源用于储蓄和投资,加速你提前退休的进程。 随着你收入的逐渐增长,你就可以从额外收入中拿出相当一部分作为你的退休储蓄。 第二,投资于高收益资产。 有了前些年对于投资的深刻理解,到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朝着能够提供更高潜在回报,更加高级的投资选择进发了。 你要寻找值得投资的派息股票,房地产,甚至是创业。 虽然高收益资产伴随着更高的风险,但如果你能谨慎对待,它们就可以大幅增加你的财富。 当你深入研究高收益资产时,一定不要忘了多样化的重要性。 你要将你的投资分配到不同的资产类别上,以此来分散风险,并平衡潜在收益。 第三,被动收入来自于你的多种收入流。 还记得你在第一年的时候开始做的副业或者开发的额外的收入流吗? 一切顺利的话,到第四年的时候,它们应该能产生源源不断的被动收入了。 到这个时候,你的退休储蓄应该更可观了,你的收入来源也多样化了。 不管它是你开设的线上店铺,还是一个能够获得广告收益的YouTube频道, 亦或是你开发出来的某个电子产品,它们都应该有了一定的发展。 只需要你付出小小的努力,就能够产生比较稳定的收入流。 不仅如此,如果你决定投资更高收益的资产,像是房地产出租物业这些, 你就会每月都从这些房产当中获得被动收入,从派息股票当中获得分红收入。 这种方法不但能够加快你实现提前退休目标的步伐, 而且还能够在你收入不佳的情况下为你编织一张安全网。 你需要评估你的每一个创收项目,找到可以优化和扩展的机会。 你能拓宽你的产品或者服务吗? 你有新的目标受众可以挖掘吗? 你要不断提升你的被动收入,让它效率更高,收益更多。 随着你副业的蓬勃发展,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开始手忙脚乱了, 这时候就该考虑业务外包,把事情假手于人了。 只有这样才能给你腾出时间,进行战略规划,做一些以增长为导向的事情。 第四,实现自动化。 时间是你最宝贵的资源,而自动化是你的秘密武器。 当你的财务状况得到改善的时候,你就该考虑增加在工具和系统上的投资了。 这些工具和系统能够使你的收入产生和储蓄过程的各个方面实现自动化。 这就像你在第二年和第三年的时候设立自动转账,把钱直接转到你的储蓄和退休账户一样。 你要再添置其他的投资工具,继续执行相同的自动化转账过程。 这样你的投资账户就能够一直自动运转下去,不用每笔交易都浪费时间去手动管理。 第五,人际关系和团队协助。 时至今日,人脉仍然是成功的重要隐私。 你要和那些跟你有着共同志向的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参加线上社区,参加金融会议, 与同行的企业家和投资者多多联系。 协作能为你打开新机会、新想法的大门,让你遇到自己本来可能并没有什么交集的新伙伴。 通过与人的交往,你可以学习到别人的经验,获得对于成功策略的新见解,并在困难的时期获得支持。 你的人际关系能够激励你,让你更有责任感,让你在提前退休的道路上更有归属感。 第六年和第七年,最后的冲刺阶段,奔向提前退休的旅程并不仅仅是要达到最终的目的地, 还要欣赏你这一路以来取得的进步。 当你进入第六年和第七年的这段时间的时候,你要花时间回顾一下自己的财务成就, 回想一下你两手空空却野心勃勃的时候,想想自己这一路是多么专心致志, 严于滤己,多么精心地制定策略,从而推动着你不断前进。 这时候是你回想自己的财务目标,并跟你现在的状况进行比较的最佳时机。 你想想你退休基金的增长,想想你收入流的拓宽, 想想你在自己的财务习惯上做出的积极改变, 为你达到的每一个里程碑热情庆贺,从建立应急基金到创建多样化的组合, 每一步都值得你的鲜花和掌声。 这种评估不仅仅在于让你自我表扬,给自己加油鼓劲, 它还能让你很好的认识到自己的长处和需要提升的地方。 当你走到自己提前退休旅程的后半段的时候, 全面认真评估你的投资表现是极为重要的, 你的投资组合在左右你的退休计划是否成功这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你要重新看一下你的不同资产类别的投资分配, 保证你的资产配置符合你的风险承受能力和长期目标。 随着市场情况的起伏和你风险偏好的变化, 这个投资分配可能会需要做出一些调整。 投资多样化还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则。 如果你在某个领域已经下了重注进行投资了, 那么就该考虑一下多样化, 以此来提升稳定性并降低风险。 除了多样化之外, 你还要定期重新平衡你的投资组合, 这样才能维持你理想的资产配置。 如果某项投资的表现明显优于其他投资的话, 那么重新平衡就让你能够高位卖出, 低位买入, 这样你的投资组合就还是能够符合你的目标。 生活是一段活力四射的旅程, 你的退休愿景可能在你开始这一段财务冒险之后, 已经悄然发生了改变。 所以, 当你进入第六年和第七年的时候, 你要花点时间重新定义提前退休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你要重新捋顺一下你的退休预算, 评估你对生活方式的期望是否与你的经济能力相符。 如果你的财务状况或个人目标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那你就要相应地调整你的预算。 提前退休并不一定要停止所有的生产活动。 你可以考虑一下如何将兴趣爱好, 热爱的项目或业余爱好融入到退休生活中。 这些事情会有助于你获得目标感, 还可能会产生额外的收入。 在对退休这件事情的研究当中, 医疗费用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医疗保险的种类有很多, 你需要了解各种医疗保险的投保资格和针对这种疾病的保额。 一个深思熟虑的医疗保险计划可以有效保证你退休之后的经济安全。 从工作状态转换到退休状态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这是需要认真的计划和考虑的。 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完全退休, 你就寻找一下兼职远程工作的机会。 远程工作可以为你提供一个收入来源, 同时让你逐渐减少工作的负担, 能够享受更多的闲暇时间。 或者,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如何把你的激情和爱好 转变成能够产生收入的活动。 无论是咨询、教学还是艺术创作, 这些追求都能够为你带来财务上和个人的满足, 为你的退休生活增光天才。 如果够资格领取社会保障养老金的话, 那记得要计算好时间, 领取养老金的时间在每个国家是不同的。 推迟领取社会保障养老金能够让你获得更高的收益, 为你的退休生活提供更大的支持。 那么现在,你搞懂我们为你从两手空空低收入开始, 七年实现提前退休的详尽指导了吗? 这段旅程虽然有时候让人有点望而却步, 但是你要记住, 你迈出的每一小步都会让你离经济独立和提前退休更近一步。 那么,你对自己接下来的七年有什么规划呢? 在下方评论区与我们分享吧, 我们期待着你的回复。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点赞订阅, 这里是对经机遇, 我们下期再见吧!